請妳幫我這樣做 第一個請確定 妳的手肘一定要打直 所以你看剛剛他的手肘 都在這個位置 他就會用到肩膀 然後以上剛剛所講到 提到任何肌肉的名稱 請都忘記它 來 都忘記了 心中氣不要 關聯 對 好 所以你看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其實如果有一個桌 後面靠著 這樣子你反而你的手 就會用到力 我會建議不要忽開忽關 就是直接好 定好 手伸直之後呢 然後像殷琦 因為他手伸不直的人 我就會把他手腕往前拉 OK OK 對 你看他就是手就很直 好 然後往外 停住就好了 就這樣停住 不要再內腕 就弧度不會很大 對 其實30度以內 然後停住 其實他現在已經有點抖了 然後請花姐來摸 他的手臂的內側這一塊 這一塊 對 有沒有陰陰的感覺了 陰陰的 對 就是他就把我們的蝴蝶袖呢 我們就說呢 蝴蝶袖跟腹乳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動作就是幫你 把蝴蝶袖往腹乳的地方 再撥撥撥 然後再把腹乳來摸一下 文娃姐這一塊 他的腹乳的兩塊 有沒有被夾上去的感覺 有 那也要滾了 他的胸 所以這個女生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一個 好像穿一件隱形內衣 把胸部拖上去的感覺 等於是把我們兩邊的腹乳 集中夾進來 其實拉提就是那個肌肉的支撐力 很重要 對 很酸喔 很酸 因為很粗力 每次做的時候打開 然後把你的手腕往下壓 直到手肘完全伸直 胸部仰翅耳背夾住的感覺 然後從一數到二十 這樣就好了 對 第二個動作來 好 這個動作也是 一般女生啊 很喜歡做這個拉背的動作的時候 我會建議不要 因為像一隻其實也有一點 駝背 其實這樣子的時候 你們都會更聳肩 然後而且因為彈力旋就是 沒力的女生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她會更沒力 雖然她的手很痠 可是就會變成是我們開玩笑說 像 對 都弄到這一塊來了 對 都會變醜耶 所以可能沒有副乳 但是多了墊肩 那就真的是金剛芭比了 哪一送一 就沒有副乳 但送這種應該不好 對 所以這個動作我會建議女生呢 夾著胸部做 夾著 對 讓你的身體往後靠到底一背 對 然後肚子往內縮 叹起一口氣 好 然後手肘一樣夾緊 所以讓你的手肘抵住一背 這個位置 然後手腕往下壓 好 吐氣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直接拉開 這樣就好了 有耶 對 她現在也在用力了 你看喔 手臂的這一塊 它其實就有凹進去了 有耶 曲線是不一樣的 對 好厲害 曲線 對 這兩塊手臂 有沒有看到這裡就有凹槽進來了 我把它拉高一點 對 然後一般的女生呢 我們就是 其實肉就是這麼多 所以我們想辦法彈肉 就用這個動作 把我們手臂外圓的 肥肥的肉往內裝 轉進來 然後往上拉鐵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他現在手臂 這一條線條就變得更細 有耶 好 一樣也是每一組的時候 從一數到二十停住就可以了 對 然後二十完了回來休息 就可以休息 然後還要再做一輪嗎 其實就是一整天我們都抓 你只要有空就做 然後一整天加總 那個十組就夠了 十組 對